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好像洛杉矶国际机场那样 这一行试点计划为旅客拍一张照片 之后与其护照照片进行比对 这个只是使用人面识别技术增加安全系数的应用之一 这一行的技术近年来发展得很快 这一行推广视频为大众介绍 怎样来寻找失踪的小孩 机器现在可以在光源不足 甚至是没有正面照片的情况下识别人面 真面照或者是移动中的影像 可能就足以使人工智能找到匹配图像 很多公司好像Face First 一样大力发展拥有无限应用可能的人面识别技术应用 不过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识别人面 可能引发隐私问题 在美国大众担心的并不一定是政府使用人面识别技术 人面识别技术的研究者说 大众应当建立一个社会框架来提供指导 安全地使用人面识别技术 造福于社会而不是去滥用这种技术 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 洛杉矶报导 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介绍过美国犯罪帮派MS-13 在他们的发源地中美洲 当地的执法部门是怎样对付他们的呢? 下面是记者施米特在萨尔雅多的报导 圣杀尔雅多郊外的一个晚上 国家民警反邦派精锐大队准备采取行动 逮捕以残暴而臭名超注的跨国犯罪集团MS的成员 客暗掩盖他们的制服和车辆 警官在不同的街区分散开来 正心策划每一步行动 希望出其不意地拘留尽可能多的疑犯 萨尔雅多总统桑切斯塞伦主张对犯罪帮派采取铁碗政策 政府成立了专门调查帮派的警方机构 他们在萨尔雅多军队的帮助之下加紧采取行动 将更多的帮派成员逮捕起诉和判刑 萨尔雅多国民议会主席吉列莫尔加列哥斯支持这种做法 他希望政府以更强硬的手段来打击帮派 但是也有些人认为这种做法一味强调安全并没有足够社会的支持 批评者当中包括圣萨尔雅多市长布格里 他也是2019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之一 要解决这些事就要一些全面和紧迫的社会项目 因为布格里说 MS13犯罪帮派在萨尔雅多的势力越来越大 这位市长主张持续承诺推广社会专案更好地教育和支持当地的年轻人 费尔兰德斯是切杀以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 萨尔雅多政府继续寻求减少帮派暴力的方法 尽管国家警察局宣布2017年的谋杀案比上一年减少了1300宗 但犯罪帮派MS13仍然在公然挑战这个中美洲国家 美国之音记者施米特发自萨尔雅多的报道 谢谢收看美国专讯 我是任敬阳 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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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